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而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响雷便是恢复高考 1977年8月 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邀请了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 当时还不到40岁的温元凯便是其中一位 会上温元凯与其他与会者当面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 近日温元凯在北京回忆起了那场对恢复高考至关重要的座谈会 谈到了大学生 工农兵大学生数字很差 我当时就讲 我说我插个号 我说当前教育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次序恢复高考 我提16个字 叫自愿报考 领导批证 严格考试 只有录取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的反应 马上就对我讲 温元凯 至少踩到你四分之三 我们大家都一冷 这不叫四分之三 他说第二句话领导批证可以拿掉 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都可以考 不需要领导批证 温元凯回忆说 在他提完意见后 邓小平就询问是否可以在1977年就恢复高考 当时有人表示 工农兵推荐商大学的中央文件已经下发全国 但邓小平认为 文件可以收回 尽早恢复高考 可以少耽误一代人 1977年9月 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以统一考试则由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商大学 然而温元凯说 自己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高考的批评者 他认为不应该依考定终生 此外 高考对于素质教育选拔来说 缺少量化性 我认为中国教育制度 教育体制目前仍然是有很多问题 高考制度一方面非常重要 一方面要暴露出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英式教育 变成了强大的指挥方法 导致了整个中学小学 一期都为了考大学 一期为了考周边高中 周边初中 周边小学 所以变成了整个英式系统 而且对学生的评价系统也成为 一考定终生 一封定终生 温元凯表示 中国现在应该进一步探索 找到改革高考制度更好的方法 1984年 温元凯的专注中国的大趋势问世 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冲击 1988年 温元凯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现在 温元凯正在写一本名为 《2049年的中国》的书 在书中对《2049年中国各行各业》 进行了展望 他说 到了《2049年》 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 中国应该占一半 对2014几年的教育部部长 我就对他提出了一个定量的绩效考核指标 定量 就是世界100个最好的大学 到《2049年中国》应该占一半 目前美国占百分之八十 中国只有两家 就清华北大 去年进了世界一百强的大学 我从某一个量化的 世界五百大学的排行榜 世界前二十名的大学 中国大学到《2049年》应该占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现在一家也没